哈囉我是佩莉 很多人都覺得畫眼線是一件還蠻難上手的事情 有沒有更方便更快速的畫眼線的方式呢 於是我就在網路上找到了這個 咚咚眼線貼紙 就是像貼紙一樣 只要貼一下就可以畫出完美的眼線了 而且你的眼尾還是可以有非常漂亮的一個勾勒的感覺 看一下這個 那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吧 我本來是自然的黑色 然後 它的背後都有教學 所以照著它做就可以了 打開貼紙之後 它就長得這樣 有左邊有右邊的眼線 拿出一張 那我先撕一條好了 喔 等一下 它的那個貼紙太薄了 所以如果你用手手不小心壓到的話 這條眼線就變形了 好吧我讓廢了一條眼線 好那我小心一點拿好了 那要怎麼拿 我拿一下 小心拿 好 我拿好了一條眼線 右邊 那我現在貼上去看看喔 眼睛圍張 然後貼好眼頭 欸稍微歪了一點 有一點點沒黏好 可是我眼睛有種撐不開的感覺 眼睛就是真的被貼了一個貼紙 然後撐不開 有變比較美嗎 有嗎 好我失敗了 我要把它撕掉 唉呦 唉呦 拔不下來 好 這個貼紙它沒有彈性 所以 你要讓它完全的貼合你的眼型 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情 我已經浪費兩條了耶 好我再試試看 你看 這次好像有比較美齁 但是 眼睛還是張不開 眼睛還是很明顯的 被黏住了 有齁有感覺 我的眼睛張不開齁 可是其實真的不美 好啦好醜喔天哪 好生硬的一條黑色的 海苔黏在眼睛上面的感覺 這麼奇怪 我還是我位置還不夠前面嗎 那我這次從眼尾開始對對看好了 我從眼尾的地方也稍微對一下 喔喔喔喔 人住了 歪掉了 太難用了啦 不太容易上手耶 有人有買嗎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 它到底怎麼樣可以快速上手嗎 這樣好像更手殘耶 根本就不是手殘綠耶 可以輕鬆上手的眼線啊 拔一下 來修正 等一下等一下 睫毛走開 好 這樣好像有黏比較好一點 雖然還是有一點點異物感 可是 好像還可以接受耶 好看嗎 好換另一邊 我左手好像不太會黏耶 哈哈 左手 左手角度有點難抓 對不到 嗯 好了又是一個黏歪的眼線 眼睛張不開 喔 有點難用 這個 也是個地雷 真的 我眼睛真的睜不開 我現在眼睛真的是被卡到的感覺 睜不開 舒服多了 拔掉真的舒服多了 我還要繼續挑戰嗎 我還要繼續試嗎 哈哈哈哈 哎唷 怎麼這麼難啊 我覺得其實很 很難貼到好看耶 還是因為我沒指甲 有人是有指甲貼然後會效果比較好的嗎 你看我已經浪費了1234 我浪費了第四副了 我還沒有貼好耶 這麼不容易 因為它不只眼頭難對 它的眼尾其實也不容易 就是讓它貼得很密合這樣子 我看一下 這次好像有貼得比較好了 好基本上呢我兩邊都貼好了 應該算是貼好了 雖然沒有真的貼得很完美 但是我覺得好像不會更好了 因為你就是兩邊要貼的一樣 其實是不太好上手的 然後再加上你可能沒有指甲的話 對於拿貼紙這種東西就比較難拿 所以可能建議是有指甲的人 然後但是這個貼紙它沒有彈性 所以眼型也會受限 如果你眼型不符合它貼紙的話 你的貼紙可能會整個貼 貼起你的睫毛根部 但是它會翻起來 所以不會這麼自然好看 然後 基本上我的感想就是這樣 我覺得做人真的是 不要貪圖這些 看起來很方便的 假裝聰明的發明 就是像是 眉毛印章啊 眼線貼紙啊 這種東西 就把它當做是一個新奇好物就好了 大家化妝還是要扎扎實實的 從基本勾學會 怎麼樣畫眉毛畫眼線 好就是這樣 不過還好是因為這一包有40張 所以你可以失敗了再試 失敗了再試 還是有人覺得它真的很好用的 你都可以留言告訴大家 你是怎麼貼的 以上的就是我自己個人的心得感想 我覺得不是很好用 不要浪費錢 我覺得它拿一張貓咪鬍鬚還蠻好用的耶 因為它每一筆都畫得非常的筆直對稱 如果說你想要去參加一些Party 然後要扮成貓的話 或許你可以買這個來用用看喔 耶 我走到它在Youtube了 我沒有買垃圾 好 喵喵 喵喵 拜拜 我還有買另外一個畫眼線的架子 要不要來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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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